如果有人绑架亲人 胁迫你做不该做的事实 你该如何 这个女人叫洛青 刚到地下车库 就看到自己的弟弟被五花大了 赶紧跑过去 却发觉弟弟没有反应 一回头就看到 绑架弟弟的幕后黑手冷叶寒 他要求洛青 在三天内脱入南城的司章来给他 这样才能放回弟弟的信命 洛青心知 冷叶寒回归复仇的剧情线了 只好回去想办法 冷叶寒本想拉住洛青 却被不知名的力量停止住 在和他抵抗的时候 因为体力不知晕倒了 第二天冷叶寒从医院醒来 检查报告表明 没有受到外力攻击 但人却无缘无故晕倒了 冷叶寒自己也很明 有时候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却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强迫去做 他开始对这一切产生怀疑 可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只好作罢 洛青被危险后 回到家里的司法对待 决定不按照剧情走向来 想办法让沐南辰娶自己 让剧情提前来到结婚 故事里就直接结束 说到如何吸引男主 洛青当然是最不经验 当然要换一身漂亮的衣服 才能吸人引擎 可是看到衣架上朴素的裙子 洛青肯是发愁 突然看到剪刀新生遗迹 用剪子剪破衣服 一个举动 让男人为你发钱 洛青大摇大摆地 来到沐南辰办公室 穿着性感的裙子 迈着妖柔的步伐 想要对沐南辰使用美文镜 没想到衣服的效果 立竿见义 沐南辰马上就发现 洛青的衣服破了 于是沐南辰就带着他 来到商场 买了好几盘的衣服 看到这招对沐南辰无效 洛青又赶紧改递策略 制造摔倒的机会 让沐南辰倾倒自己 这样 结婚不就是水到驱城吗 想到这 洛青就立马采取行动 半倒自己 结果被沐南辰接住 眼看没成功 走在路上的时候 洛青又痛下飞脚 踩沐南辰的脚 差点摔倒了他 还是被接住 在男主身边 洛青就发现没办法摔倒 无奈之下 发起直球进攻 直接对沐南辰表明 要让他取自质 沐南辰是否会答应取洛青呢 我们一起期待 下集的精彩剧情能